带上我心爱的钻石膏 去挖它一堆黑钥匙 生活就是这么美滋滋 朋友 请留步 嗯 大叔 你有什么事吗 你这家事是要去挖矿吗 对啊对啊 去挖黑钥匙呢 给你看看我心爱的钻石膏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漂亮 哎呀 这都21世纪了 你怎么还在用这种过时的工具啊 去旁边的箱子看看 里面有我的宝贝 借给你用一用 宝贝 这东西好用吗 我试试看 天呐 这个电钻也太给力了吧 挖黑钥匙还可以挖得这么快的 这跟我的钻石膏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呀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本期的艾摩的白宝枪 小伙伴们 你们现在还在用矿稿跟斧头吗 不用这些工具用什么 哎哎 你们都落伍了好不好 现在都21世纪了 当然要用高科技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款 非常好用的工具模组 这款模组中啊 增加了一些非常效率的工具 能够帮助我们加速采集资源的时间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吃一座模组中新增的道具 石油 石油是使用其他电能工具时必备的燃料 我们可以用煤炭和水合成出石油 除了合成制作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炼油厂来自动炼制石油 炼油厂是用铁钉和石油合成出来的 我们只需要将炼油厂放置在流动的水流旁边 然后将煤炭放进炼油厂里面 这可以开始自动炼制石油了 当我们有了石油燃料以后呢 就可以使用电能工具了 首先是开采石头用的电钻工具 普通的电钻需要用两颗红石三块给定 再加上两颗木棍合成 电钻每次可以开采两个方块 非常适合用来挖掘矿洞 我们还可以用五块铁钉 两颗红石跟两根木棍制作出大电钻 大电钻比普通电钻要厉害一些 每次可以开采九个方块 不过这两个电钻只能开采普通石头 如果碰到矿石的话 它们是没有办法开采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另一个道具 手提钻 手提钻是用三根木棍 加上两颗红石和两块铁钉合成 这个手提钻是专门用来开采矿石的 不管你是煤矿还是钻石矿 通通都能快速开采 就连只有钻石搞才能开采的黑钥石 手提钻都能以非常快的速度开采出来 而且速度要比钻石搞快好几倍 嘿嘿 怎么样小伙伴吗 还是咱们21世纪的工具好用吧 除了采矿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两颗红石 加上两块铁钉和两根木棒 制作出电锯 使用电锯砍树非常快 当我们砍掉树物最底端的木头时 整颗树都会坍塌下来 也太奇葩了吧 居然是垂直往下倒的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什么bug呢 好了小伙伴们 如果你也想试试看这些电能工具的话 可以自己去下载模组试一试哦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